最新消息我们持续来带您关心的是监听风暴持续延烧 而就在稍后十点半 他人组将会召开记者会再次的说明 我们也会有来自于现场的最新连线报道提供给您 不过我们来看到是他人组究竟有没有滥悬监听呢 这个部分罗英雪在刚刚我们中天新闻也独家问到了 他说调查有错的话就该废 我们立刻呢连线给主播龙秀 为大家报道目前的最新发展 立刻带您来关心的是特征组监听呢 到底有没有违法这个风暴现在越野越烈了 新任的法务部长罗云雪才在昨天才刚刚宣布说 将会成立调查小组来调查特征组到底有没有真的有做错 而今天他接受了我们中天新闻的独家专访 他表示说呢如果特征组调查发现真的有错的话 特征组应该要废掉 来听他的最新说法 我们还是要检讨 他为什么大家主张要废 为什么不信任他 是制度面出问题 还是人问题 还是执行面的问题 一定要分析出问题在哪里嘛 对不对 还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改善 能够改就改 不能改只好废 对不对 如果有问题的话 好透过镜头你可以听到罗云雪在接受我们中天新闻独家专访时明确的表示说 如果特征组调查真的有错应该要废掉 而另外呢包括自家人蓝营的立委也有人直接跳出来啊 这个态度相当强硬 点名黄世民应该要下台 我们来听听看国民党立委赖世保的最新说法 一个官说演变到今天啊 事物焦点全部集中在这个监听这一部分啊 监听国会 我想是人神共愤啊 法理不容啊 如果属实 现在看起来属实哦 黄世民总长当然要下台 一定要下台 好不止赖市长呢 蓝营的立委明确点出监听国会人神共愤表示说 要黄世民一定要下台之外 另外呢今天在立院的司委会 包括了民进党呢 他们也发出了假期动员力来变更了议程 就在今天下午呢 他们要求呢 整个呢 包括要怎么样造开临时来变更成监听预算的一个审核 所以也等于说是 下午的两点多的时候 黄世民以及呢 罗姨雪必须到立院来接受质询 而进入更多的消息 锁定中间新闻随时问你掌握 先把时间交盘口内 好 谢谢银秀连线报道 您可以看到就连自家人现在都不挺了 赖市保认为黄世民如果被查出违法 就应该要下台负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